它在美容界里面呢 它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角色 美白明星 所以它的功能非常非常多 但是很多人误解了 比如说柠檬 就直接来把它 比如说切开来 涂膜等等的 太刺激了吧 其实是不好的 千万记得 当你做完柠檬任何保养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走出阳光下 在太阳 它有光明感 对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皮肤 可以涉及沉淀呢 像雀斑等等 更容易出现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误区的 那你离所关 这杯水我要出血 喝没有关系 不可以直接用在脸上 然后呢 还有就是柠檬呢 它比较适合 比如说像我 油性皮肤的 因为油性皮肤 它本身有一份 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膜作用 所以像柠檬的刺激 它不会直接刺激到我们 但是如果中性 甘性 敏感性皮肤的话 就小心 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但是我怎么看到 现在护肤品当中 特别喜欢用柠檬的这个 果酸 对对对 对 其实对 因为柠檬里面呢 它含了非常大的一个维生素C 跟果酸成分 是美白的对不对 比如说你知道 像这个 尤其是果酸这个成分 在美白皮肤 还有在牙齿上面 是非常非常棒的功效 我刚才进来 我就想跟王军说 我记得你刚生完宝贝 那时候过来的时候 气色不好 但今天看到你很白 是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 这个人结了婚啊 生完孩子以后 更漂亮 那是一种夸奖 但也有人说 真的 有些妹妹们不敢 那个生小孩 就说不得黄脸婆 对 因为要听过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 你不要以为 好像生完孩子 条例不好就黄脸婆 我不会觉得 我自己20岁的时候 是很黄的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我喜欢上卡拉OK 然后喜欢玩 喜欢熬夜 我现在反而觉得 小孩在家里 我得回去 我会觉得 我现在倒比以前白 当时在王军 那你自己是不是发现 现在比以前更漂亮 我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包括公司的工作人员 都觉得我生完小孩以后 比以前刚好看 当时肚子很大 冲得很大 我快要生宝宝的时候 是158斤 对 很大 但我都没有长一条 就是认识的问题 对 保养达人 今天来醉了 没错 不过呢 今天你们说了半天 都是女士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女人 到底谁是黄脸婆 到底黄脸婆 和在男性中的一些标准呢 我第二次请了一位男士 我觉得思雨介绍他蛮适合 应该在你的同行之间 对 到底什么样才算黄脸婆 男生说了才算 对不对 那我们来听听男生的意见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CCTV电视模特大赛的冠军 孟飞 来欢迎 孟飞 中国首席南模 教你轻松利用手边工具 随心随地 营造迷你健身房 当心哦 今天他可是来挑毛病的 我觉得擦不窜 有黑眼镜 还会有一个眼带 所以我觉得 分不齐间 我根本就会有些 吴卫